我可以在这边做个见证 我们的王四海先生 确实是风尘扑扑的到每一个大学去做演讲 他所讲的每一样东西 就是如何把台湾推展到这个世界的舞台 那么他必须要很用功的设计很多很多的层面 然后一样一样的把不同的我们的努力一样一样介绍出去 您这一次协伴台湾首届的电影展 那么带来了好几部电影 那除了这个巧克力重击还有海角七号之外 好像还有几部其他电影 您要顺便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当然我很谢谢主持人给我提点 但是呢我又nearsighted 我知道有周杰伦的不能说的secret秘密 还有这个银簪子啊还有产房啊 但我们全部是五部剧情片 包括魏导演的海董 七号跟李导演的巧克力重击 还有四部纪录片 不要想方设法 透过什么的方式 能够把台湾的精神 台湾的文化传达出去 透过电影 透过音乐 透过艺术 透过文化 乃至于现在最流行的 透过所谓的sports 大家都知道纽约 这个王健明 容我讲一句英文叫做public diplomacy 也就是所谓的cultural diplomacy 那么这个公众外交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透过一个instrument 像电影啊 像音乐这样的呈现的一个媒介 来跟这个国外的观众啊 来建立这个面对面的沟通 那所要传达的讯息是 我们是一个自由民族繁荣的社会 我们也是一个多元种族文化的一个社会 同样讲起来在洛杉矶 我认为你的话 在美国我们常常告诉 我们的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同胞们 这个整个的整个的这个社会 是个melting pie 就是它整是一个文化融入 同样的这个情况 在美国 在世界 在每一个角落 我相信它都是共通的 那么现在您经由这个电影 经由做这些东西呢 这些工作 我们把发现这个地球真的不是那么远 我们大家彼此不会觉得很生疏 因为我们是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小小地球村了 那么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 他做完做他的工作 那么我觉得这个努力 是您这一次把这个推展出来 就最大的一个成效 让我们大家看到 现在我们谈到李导演了 李导演您刚刚说 你这个追着这几位这个break dance dancer break dancing 两年的时间 那么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心里有那么一点酸酸的 觉得为他们痛 你知道 因为实际上他们不是身体的痛 那个break dancing不是容易的 对 那么您在这两年这样看了之后 你会不会常常有心酸 你把那个心酸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想知道它在哪个角落 它在哪里 它在哪个地方 对不对 我想它在台北市每个街头 给比较多的 西门町比如说六号出口街头 你常常可以在那个周末的时候看到那个小孩子 他们就在标舞 或者在台北火车站 或者什么 或者是新竹哪里 大概几乎全台湾各个地方 有青少人的地方 他们就喜欢借这个街头的地方 做那个battle 做那个表演 那我想所谓的心酸 所谓的我在想 如果有更多一点的人 比如说他的父母或什么 能够了解 能够了解说小孩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毕竟他并不是在嗑药 不是在做一些 他只是纯粹的需要 年轻的时候他需要发泄他的精力 他有一种东西他需要 他讲不出来 他借着肢体的运动 借着肢体的活动 去把那个东西情绪给宣泄出来 对我来讲 我倒觉得是一个蛮健康的 蛮那个的 是 的一个表现的方法 是 那话又说回来 你刚刚提到就是说 文化上面差异 你可以晓得 故事里面也有弹巴哈的钢琴的少女 是 跟Hipop 对 其实文化差异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的巨大 基本上还是个人性的共同点在 是 我想电影里面如果能够抓到这种东西 能够让人家感动 我觉得就可以做到很多可以跨越文化的事情 当然我对外交不是那么了解 但是我想很多人在看电影 你可以超越那些所谓的党派 所谓的蓝绿 所谓的那些仇恨 我想很多那种不必要的误解或隔阂 并不是很 对我来讲 那是很 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讲 一个生命整个的生命那么长的时间来讲 我觉得那实在是很琐碎的事情 实在不需要为那种事情去耗费很大 很巨大的精力 是 我想电影里面到最后 你可以看到他们在那边battle 虽然他们是在battle 在fighting 但是那里面没有仇恨在 没有仇恨 对 那只是纯粹人跟人之间的 甚至我们在fighting 可是那是一种健康的 是一种愉悦的 OK 输赢在什么样已经不怎么是跳舞 或是不怎么去文化里面是 最后人生的最主要的目的并不在于输赢 对 我想那是主要电影要不要打的 我想放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人生里面何尝不是这样子 没错 我完全同意你 而且我觉得人到最后 你会发现你不是跟任何人竞争 你是跟自己竞争 你希望自己今天的你 比昨天你稍微再进步一点 或者今天你再比昨天你更扩达一点 谢谢您 我觉得这是非常哲学的一个角度 看这个电影 那现在讲到魏导演了 魏导演您那七个character里面 我要七个角色里面 很多人都在问 说哪一个角色 因为就是我们四海在讲 他说他喜欢那个声音 他说还请教您了 那我要跟你讲的就是 每一个角色我都着迷 那么其中我觉得您最让人感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至少让我很感谢的就是 我就等待那封信送达到他手里的时候 会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心里在千百次在想 在那个电影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非常感谢您 因为那封信就放在一个 只看到背后的一位老太太 她已经八十多岁了 她坐在那个地方慢慢来坐 她农物家务事 那个信就静静搁着 然后送信的人就默默地走了 她也 你活了八十年 你在对世间上的事 已经是不再那样的激动了 也许在心灵的深处 那一个平面的虎会有一点点拨纹 但是她就是拿起来 看了一下 你知道那我多感谢你吗 我感谢到不行 因为她真的没有把我们到老了之后的面容展现出来 你有开始的 她在港口 码头等待的那个脸 然后你没有她后面的那个脸 你就看看她的背影 真的是 我还是要再想 我要很谢谢你 因为那就是很多很多那后面来的那种眼泪 嗯 嗯 嗯